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6月28号晚上已经搭乘飞机返迪北京 提早结束了在台湾四天三夜的惊心动魄的首次访问行程 那么期间张志军除了遭遇如影随形的抗议外 还受到抗议者们泼白漆撒明纸的待遇 对此有评论人士指出台湾社会公民力量的崛起 成为抗议中共官员的主导力量 这一重大变化也将使中共改变对台政策重新来部署战略 自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问台湾 他所到之处抗议群众如影随形 28号最后一天 台湾官方一连取消了张志军参访的三个行程 张志军一行人提前三个小时到桃园机场候机离台 27号晚间张志军在在野党民主进步党的大本营高雄市 与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王玉奇见面 在此之前 张志军遭到台湾民众和社团组织的激烈抗议 抗议民众高喊 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张志军滚回去等口号 混乱中 有示威者对张志军车队颇下白漆抛下明智 张志军代表中共强权中共暴政来访问 他是中共的持者 台湾已经开始意识到共产党统战阴谋的最终目的 就是把台湾国家事实独立的状态消灭掉 然后控制台湾 中国流亡作家法学家袁洪斌教授表示 6月10号中共发表的《香港白皮书》凸显了中共在香港的倒行逆施 言而无信 不遵守国家承诺的表现 使台湾人民现在越来越决心 台湾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菊 去年8月前往河北天津市交流时 张志军特地从北京赶到天津相会 27号他与陈菊第二次会面时表示 愿意听取台湾各界声音 并借交流缩短两岸的所谓心理距离 他还表示愿意尊重台湾人民自己选择的 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生活方式等 而在台湾招收陆生人数最多的一手大学 张志军对学校师生表示 大陆服务业快速发展 他希望将这样的机遇首先给台湾同胞分享 没有想把台湾经济吃掉 台湾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副教授董立文认为 张志军的姿态是在为统战做宣传 塑造政治形象 而想吃掉台湾 正是两岸存在巨大心理距离的原因 袁洪斌表示 台湾和中国之间是自由民主和极权专制 两种水火完全不相容的政治制度 张志军既不承认存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是一个独立的政体 也不尊重历史 所以他更不会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台湾团结联盟党主席黄昆辉 也向媒体表示 在过去十年 中共对台军事部署上有增五减 中共根本就是一手笑脸迎人 一手扩大对台军备 为了缓和目前的形势 它不只是两手策略 它是三手策略 它一手硬 一手软 还有一手是按着来 那就是对台湾的渗透 袁洪斌表示 中共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 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 来围堵打压台湾 袁洪斌还指出 这次台湾社会的公民力量 担当了反对、抗议张志军来访的主导力量 这是中共以前始料未及的一个重大变化 他表示 台湾公民力量的崛起 会让中共重新判断局面 在对台政策上 中共将做出新的战略部署 这次台湾公民力量的崛起